其實我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限制我身上 所以我跟單身就是我自己的心態 而且我好像也蠻少單身 我總是一個人在練習一個人 寂寞是腳鞭歸是浩瀚也沒有能解決 然後因為講說自己不是單身很好很好玩 我不是單身 然後就有個更名說我要哭了 好啊我不是單身那樣 哭啊哭啊 蠻好玩的啦 又還好因為我沒有什麼限制 可是因為我本身就是我覺得別人都沒有給我什麼限制 是因為我自己限制我自己很嚴格 所以單身好像也沒什麼好啊 單身有什麼好嗎 可以怎麼樣 可以一直換嗎還是什麼 我不行嗎 我從小就太那個了 那還不知道耶我也不懂我耶 我這方面我真的很不懂我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像男生多一點 像女生多一點 就是對於那種愛情的幻想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沒有 但是就是這樣啦 這一方面就是迷迷糊糊的 我也不是不懂 不懂不是很分析了解自己在想什麼 會需要和我一個人 一個人 抱著 有人在等著 一個人 一個人在等著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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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見寫寂寞 對我覺得我整個人的改變就是比較變成 因為以前是比較像沉溺的 就是以表演來說 以前是比較沉溺的那種 就是包括我跟我的團隊一起表演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屬於自己很享受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希望可以盡量的 就是把我們準備的東西 透過表演的方式 就是給大家聽 就是對著大家唱歌 然後以前是比較沉溺自己的那種 對 可是其實我們也知道 某一些地區的聽歌的人 他們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有些地方的人 他們喜歡表演的人跟他們很互動 或者是他們喜歡看很多好笑的東西 然後但是有些地方的人 他們喜歡看到表演者是很自我的 其實老實說 我雖然沒有很心機的去 去刻意去學這方面的資訊 可是因為已經去過很多地方 所以自己也知道 某些地方的人 新加坡太少來了 我很迷惑 對對對 我現在都會覺得只要不要很累 其他都還好 即使你叫我對嘴 我也會覺得蠻好笑的 我就會覺得 還蠻好玩的啊 可以對嘴這樣 就是 我是有做過一次這件事情 對 我是有做過一次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我是被其他人害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對得很像 因為我很有練習 因為我覺得很好笑啊 但是其他兩個人 但是其他 其他人對得不像啊 然後就被發現 然後就覺得 你們對得不像耶 所以現在其實還好啊 什麼違背個性那個都還好 其實也不需要那麼硬 脾氣也不需要那麼硬 就反而開心一點 放鬆一點 會覺得比較好玩 對 我需要這樣子啊 因為 我的 我要在我的生活當中 挖掘一些那個激情嘛 所以我就一定要 就是找一些好玩的事情 愛 如果早已經沒遺忘 我的樂趣不會 會有相當 我安靜靜的安靜 我覺得應該比之前高吧 可是之前我覺得也不是低耶 之前就是太 我覺得我事實上某些時候 那個堅持 不夠聰明啦 不夠聰明 不夠聰明 學聰明以後 就會覺得以前不聰明的時候 還蠻有 骨氣的 嗯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感到那樣 嗯 可是我現在已經變了 如果有狗仔的話 我就馬上跑 就馬上跑 或者馬上上檢車 然後就坐上去 然後就開走 好